大家好,我是君迪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本我编辑的书 传说盒里有个独眼怪 在介绍这本书之前呢 我想要先聊一下它的座位者 这本书呢是由法国会本届的王牌搭档 马修默德和艾卡菲共同创作的作品 那之前如果有看过他们的完美小孩 还是消失吧的读者应该会发现 他们其实很擅长用幽默不书教的方式 来讨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遭遇到的困难 那这一次呢他们要讨论的是儿童安全的议题 那故事是在说呢 小猪猪玛雅的爸爸妈妈一直阻止他去河边玩水 因为呢传说盒里有个可怕的独眼怪 但是呢玛雅觉得这不过就是个传说而呀 有什么好怕的 所以呢 他就偷偷的溜去河边有用 没想到真的遇上独眼怪 还被独眼怪吞进肚子里面 玛雅发挥机制逃出来后也学到离客 但是尽量的和水对他来说 真的太吸引人了 所以玛雅又忍不住跑去河边玩水 不过这一次玛雅是真的安全了吗 还是她仍然处在危险之中呢 我想这部分对了给独得自己去发现 可能很多宝宝妈妈会常常对你小朋友说 不可以去那里 不可以做这个 想要用直接禁止的方式来防止危险的发生 可是像故事里面提到的 如果宝宝妈妈只是一味的禁止 不带小朋友认识情因后果的话 会不会更容易助使小朋友在没有大人的陪同下遭遇危险呢 过去就从这个角度出发 透过孩子天真的视角来讨论危险阵居 跟自我保护的关联性 孩子敌敌安安的长大是每个父母的愿望 那希望通过这本书 传说河里有个独眼怪 能够让爸妈通过绘本的方式 带领孩子认识危险 因为唯有了解危险 认识危险 才能真正远离危险 谁会自我保护 希望大家喜欢这本书 传说河里有个独眼怪 下期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